吉兰丹一名触犯勒索罪 刚刚服刑完毕 安顿在隔离中心的单亲妈妈 涉嫌报假案 谎称自己在隔离期间遭人强暴 被告今天被控上法庭 面对蓄意报假案罪 不过她并不认罪 获准保释外出 来看一组法庭消息 吉兰丹哥达巴鲁一名单亲妈妈 涉嫌报假案 谎称在新冠肺炎隔离中心 被一名男子强奸 26岁的被告 西蒂纳苏拉 今天在哥达巴鲁退市庭面控 但她否认有罪 根据控状 被告在5月1号下午5点58分 在彭加兰遮巴警局报案 谎称34岁的莫哈莫里祖安 在当地一处隔离中心内强奸她 当时她刚刚因为勒索案 服刑半年出狱 安顿在隔离中心 警方调查后发现 其实双方是两情相悦发生性关系 被告却因为被隔离中心管理员发现后 才会报假案 指自己被强暴来保护自己 在刑事法典第182 蓄意报假案罪名下罪程 可被判坐牢最多6个月 或罚款最高2000令吉 或两者兼施 推示允许被告以2000令吉保释金 及一名担保人保外 此案将在6月23号续审 一名建筑公司董事涉嫌在4年前假冒保险经济 欺诈受害者96万令吉保险定金 今天在马六甲爱及勒地亭面对19项指控 但这一名华裔董事不认罪 调查显示49岁的华裔被告 鲁梅令四年前 向55岁的Dai Ed Ming都受保险 伤害者在2014年12月29号 到2015年6月15号期间 分10次把保险定金转账到被告的银行户头 保险公司后来发现 持有很小部分的定金 是真正用来购买保险 被告竟然把96万令吉中保私囊 这名拥有三名孩子的单亲妈妈 因而抵触了2001年 反洗黑钱及反恐融资法令 第四支EB条文 如果罪成将面对最高15年监禁 罚款500万令吉 或不超过涉及金额的5倍 适合者为高 法官允许被告以5万令吉保释外出 预令被告每个月的第一天 必须到警局报到 案件责定6月4号过堂